把飞机发动机装汽车上极其罕见 那么反过来把汽车发动机装飞机上也很罕见吗 一点都不罕见 实际上人类飞上天空的第一架动力飞机里面装的就是一台汽车发动机 不过既然之前都没有发明飞机 那显然莱特兄弟也没有现成的飞机发动机拿来用 只是直到今天汽车发动机还在兢兢业业的驱动着一些飞机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是百科全书火箭书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它 虽然装着螺旋桨的飞机已经不再是当今天空中的主角了 但偶尔我们还是能够看到它们的身影 从小巧的单发赛斯纳400A到可以再可数十人的双发庞巴迪达西巴 再到跟阿汤哥一起搭系的四发空客A400M 都无一例外装着的是螺旋桨 不过别看它们露在外面的是看上去差不多的螺旋桨 但实际藏在里面的心脏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 有那么一部分用的就是我们一开始说的汽车里面的发动机 当然它有一个专属于自己的名字 活塞式发动机 而另一些藏在螺旋桨背后的 则是相对更加现代的涡轮式发动机 它们两者有何区别 为什么会同时存在哪一个更高级呢 就让我们先从它们不同的工作方式来讲起吧 活塞式发动机又可以叫做网副式发动机 为什么呢因为它靠把活塞的往复运动 转变为旋转运动来为螺旋桨提供动力的 它的工作方式跟汽车发动机的工作方式 真的几乎就一模一样 也是依次排开几个气缸 在这些气缸当中燃料和空气被混合 被压缩被点燃 然后爆炸膨胀的气体推动活塞往里面运动 活塞又连着曲轴 于是曲轴就在活塞这样 里里坏坏的往复运动下旋转了起来 最后我把旋转的运动就传递到了连接着它的螺旋桨了 你看连冲层都是一样的 也是四个 吸气压缩点火和排气 汽车跟它最大的区别大概就是 这一通操作之后连着的是轮子而已 哎不对 还有区别 气缸的排列方式 相对于汽车发动机里面 大多比较无聊的排成一列外 在飞机上气缸显得是有点放飞自我了 比如围成一圈甚至两圈一圈以后交错开来 一共排下14个缸 所以V8算什么 看看人家这个圈14才够厉害 当然我猜大家应该都能够叫出它的名字 新型发动机 但是你知道吗 更奇葩的其实是它的上一代 虽然也差不多是这样的排列 但名字却叫做旋转式发动机 为什么叫做旋转式呢 这段视频可以很好的解释这一切 没错 它的气缸是跟着螺旋桨一起同步旋转的 恨不得把自己摔出去死的 所以由于越大的质量在旋转起来之后 都会产生越大的离心力 为了不让自己分崩离析 旋转式发动机势必不能做得太大 也就势必不能提供足够的动力 没有成为主流被我们熟悉 也是很自然的了 当然活塞式发动机 也不光是有这样围成一圈的模样 也有排成一列的 比如著名的P51野马头上装着的 并列12缸V型梅林发动机了 只不过由于接不住迎面吹过来的风 它需要另外的水冷来降温 体积和重量上会比星星更大 但你应该也已经看出来了 这样它就不需要长出一个大头 会显得更加的流行一些 至于从神秘角度来看 你们发表一下意见 好了以上大概就是活塞式发动机的介绍了 接着我们再来看看涡轮式发动机 其实在这把它说全一点 应该叫做涡轮螺旋桨发动机 简称涡桨发动机 它的工作原理又跟我们也非常熟悉的 喷气式客机的发动机 非常类似了 因为那个叫做涡轮风扇发动机 看明白了没 就是把喷气式客机发动机前面的大风扇 换成螺旋桨就可以了 我们依然来看看它的工作方式 跟之前的四重层活塞循环相似 涡轮发动机产生推力的过程 也可以分成四个阶段 进气 压缩 燃烧和喷气 而不同之处在于它是发生在发动机的不同部分的 首先空气从发动机前面吸入 然后它们会通过一系列的压缩机叶片 最终形成压缩空气被送进燃烧室 在这里它们会跟喷出的燃料混合后 点燃形成快速膨胀的高温气体 从发动机尾部猛烈的喷出 并于此过程中被迫推动后面的涡轮叶片 连着涡轮叶片的轴鱼式旋转了起来 并把这样的旋转往前传递送给了压缩机 让这个吸气压缩燃烧喷气的过程 完美的循环了起来 也送给了螺旋桨 让螺旋桨旋转起来推动飞机飞上了高空 所以现在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既然目的只是让螺旋桨旋转起来 那么为什么有的飞机装的是活塞式发动机 而有的飞机装的却是涡轮式发动机呢 让我们分成几个方面来说 可靠性 经济性和适用性 先来说可靠性 这个涡轮式发动机简直占尽了优势 一是因为它的结构简单 但却设计精良 并且使用的材料也是最顶级的 二是它的运动方式也够简单纯粹 基本上就是在以恒定的速度旋转而已 零件与零件之间的活动连接也比较少 所以摩擦力和震动都比较小 这就使得它的工作稳定性和使用寿命更长 大修间隔期更长 非常适合一直都在飞的民用航空 但是对了 凡事都有但是 由于它的集成化程度很高 所以在操作上的限制也就很多 对错误操作的容忍度比较低 通常就必须要搭配自动控制系统 所以价格肯定是没有优势的 另外一个比较麻烦的是 虽然它很可靠 但免不了还是可能会出现故障 而一旦出现故障 维修起来就非常麻烦了 需要有极高的专业度 并可能用上很多专用的工具 所以通常航空公司遇到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都是 还不如把整个发动机都换掉吧 而活塞式发动机正好相反 由于零件众多 知识发生故障的概率也就相应的增加了 同时在工作充成的每一个阶段 气缸内的压力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加上活塞运动时不断产生的震动 都对可靠性和使用寿命不太友好 这就要求 要是你开的是活塞式发动机的飞机的话 你最好也是个机修冷手 不过幸好它修起来既简单也便宜 另外就像开手动挡的汽车一样 它对错误操作的容忍度会更高 要不要选自动控制吗 主要就在于你愿不愿掏这个钱了 因为它只是一个选配而已 说完了可靠性 我们再来看看价格 很显然这个是活塞式的优势项目了 因为它的工作环境相对比较温和 对材料的要求不是那么高 而且其中很多零件甚至还是可以跨界使用的 所以整体价格自然就更实惠 涡轮式呢 相反工作环境极端 对材料和工艺的要求都极高 零件通用性不高 都把价格推了上去 另外还记得我们刚才说到过的 涡轮式发动机还得要搭配自动控制系统 一起工作才行 这无意中又帮它增加了一部分售价 所以整体来看 哪怕是驱动型号相近的飞机 装着涡轮发动机的内架 都会远归于装着活塞式发动机的内架 这样说起来 装涡轮式发动机的内架 是不是也更高级一些呢 也不一定啊 也要看它用在什么样的地方 也就是它们的适应性了 对于飞行高度和飞行速度 没有太高要求的小型飞机来说 活塞式发动机是最好的选择 此时它具有非常优秀的燃油经济性 哦对了 活塞式由于工作特点的原因 在油门响应时间上会更快一些 所以一些特技表演机 也会装上活塞式发动机的 那么中大型飞机 肯定就是涡轮式发动机的天下了 它由于本身会压缩空气 所以可以飞上更高空气 更加细薄的高空当中 因此遇到的空气阻力也更低 飞的也就更快了 好了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回答 一开始的那个问题了 它俩为何同时存在 很简单 因为舞台同时存在 所以最后 我就祝大家在各自的舞台上 尽情展现 早日洗涤私人飞机 那么我们今天讲的知识 就不会是 另一个看似没有用的知识了 我是火箭鼠 关注我 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 讲给你听 对 对 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